前来越州湿屋的拉让江面今早布满了大面积 由上游顺水飘下的浮沫 让人嘖嘖撑起 这些出现在江面的大量浮沫 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但是造成不少穿行于湿屋及拉让江上游的快艇浮沫 造成影响 船程出现污点的情况 据了解经过湿屋地区的拉让江有多处曲折 减缓了浮沫的流速 导致浮沫大量堆积长达数十公里 目前人外有单位能够说明这些为数惊人的浮沫从何而来 下来越州环境与公共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黄顺 今早在询释了浮沫情况后表示 这个罕见的现象是天灾 除了湿屋满江净是浮沫之外 加拿易江面今早也反常的有大量的活鱼浮出水面 不少居民纷纷到江里捞鱼 居民捞货的鱼汁最重达二十多公斤 当中多围上等的丁淡水鱼 居民也发现鱼塞布满沙土 怀疑是江水含沙量过高 导致鱼无法如常呼吸而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 施务国会议员黄和联预警当局即刻采取行动 阻止拉让江上的浮沫流入南中国海 他也形容 拉让江的江面出现的大量浮沫情况 是环境的大灾难 呼吁政府采取必要措施 将海面的浮沫、杂物捞上网 搁置在旁并做进一步处理 详炸布满沙土 是环境的然贤 是环境的福岂 是环境的可以浮沫 是环境的草原 是环境的就是环境的草原